这个男孩被强行捆在检测设备上 不管他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 设备缓缓将他包裹 他眼中充满恐惧 如此大费周章了半天 但检测并没有发现男孩的病因 一天前他突然呼吸困难 像是被食物卡住了一般 并且发出莫名的尖叫 送往医院检查 嗓子里没有发现异物 台来认为尖叫可能只是男孩的沟通方式 因为他患有严重的自闭症 从不说话 但好似认为不可能 因为男孩父母照顾他十几年了 如果仅是沟通方式 他们咋可能不知道 更不会把男孩送医院了 再加之男孩入院时紧抓胸口 血压升高 豪斯认为可能是某种疼痛造成男孩尖叫 于是给男孩开了血液 狼疮 寄生虫检查 还要求检查男孩家里 看有没有可疑的治病员 助手们认为有点过度医疗了 可豪斯却坚持己见 泰勒来到男孩的病房准备取样 突然男孩呕吐出一些液体 经过检查发现男孩肺部有大量积液 但豪斯认为主病因可能在心脏 让作超声波心电图 果真超声波显示男孩心脏有异常 可这依旧无法解释肺部肌液的原因 阿杰提出三种可能 感染 寄生虫和癌症 泰勒表示 微生物检测结果排除了感染这种可能 而大便样本中寄生虫检测是阴性 现在只剩下癌症了 豪斯决定给男孩做活检 由于男孩的疾度不配合 检查进行的并不顺利 没想到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 本来应该是淋巴细胞的样本 却发现有肝细胞存在 癌症虽然被排除 但病情却变得更复杂 豪斯说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只能是肝脏受到破坏 破损的肝细胞可以进入血管 到达淋巴系统 可问题是 男孩的肝脏影像显示一切正常 豪斯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 可以从肝硬化的方向入手 而肝硬化的重要标准就是 肝脏会出现疤痕 泰勒指出 之前的检查并未显示肝脏有疤痕 豪斯还是决定一意孤心 为男孩做活检 看是否存在肝硬化 在等待活检的过程中 豪斯对男孩粪便中出现碳酸钙产生了疑问 就在这时 男孩突发防止组织 被送进心脏外科中症时 经过一番抢救 总算稳定了下来 同时活检也出了结果 并没有肝硬化的症状 这说明并不是心脏 肝和肺的问题 豪斯马上把关注点放到了粪便中的碳酸钙上 随即联想到 男孩由父母在家里教育 经常用到粉笔 粉笔中含有碳酸钙 所以男孩可能有意识症 吃了粉笔 助手立马提出疑问 粉笔不会造成胸腔肌液呀 豪斯说 重点不是粉笔 而是意识症 有了方向的小组再次行动起来 要看看男孩还可能吃了什么 泰勒又一次来到男孩家取样 发现了能让人治患的曼陀罗 务失这个可以解释胸腔肌液和心律不齐 而治疗曼陀罗中毒需要用到毒痘剪 这种治疗会和男孩的心脏病起冲突 贸然使用会恶化男孩的身体状况 所以必须确诊之后才能对症下药 而检测曼陀罗的血清药三天后才到 这根本等不及 于是豪斯直接来到男孩病房 想从男孩口中问出他到底吃了什么 豪斯利用男孩最爱的游戏机做威胁 终于得到了结果 男孩缓缓的用手指向了沙盘的图片 可就在此时 男孩的眼球竟然不自觉的往后翻转 泰勒表示能解释这种症状的只能是微型肿瘤 想要挽救男孩的性命 在必要时可能会摘出他的眼球 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太过残忍 豪斯不想就此认输 他将所有的症状联系起来 肝肺心一个个的出问题 但影像却又显示正常 男孩手指沙盘 眼球翻转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终于豪斯想到了 他感到男孩的病房仔细查看男孩的眼睛 和他推断的一样 男孩的眼中布满了幻熊灰虫 他解释说 之前男孩指出自己吃过沙子 而沙子中就存在幻熊灰虫的卵 泰勒说 之前做过粪便寄生虫检测呀 豪斯指出 幻熊灰虫并不会被人类的粪便排除 而小莫当时抽取的沙子样本也可能遗漏 幻熊灰虫从男孩的消化到进入其他器官 入侵男孩的肺部使得胸腔积液 破坏肝脏使得死亡的肝细胞转移 攻击眼球导致回转 一切都有了解释 接下来药物沙虫 激光治眼